大家好 我是盈盈 有没有发现我身后的房子 外面接了一层塑料的一个棚 就塑料布围起来的 我们东北好多家都是这样住 你们知道这是起什么作用的吗 看这农村的平房 基本上外面都围一个这种塑料的一个棚 就包括下午牛圈什么都会围这个棚 我再往前看看 这家也是围了一个棚 棚面积还挺大的 然后还带一个门 大家能拆出来这个棚是起什么作用的吗 这个塑料棚 每年寒冷的季节得长达4个月 4到5个月 有小半年都是天特别冷的 这个塑料棚起的就是防寒防风的作用 看一下像这种没有接塑料棚的砖房 它这个门还放了一个布帘 它上面有布帘遮着的 也是为了挡风的 其实门缝和窗户缝会透风的 因为我们东北这边风很大 风大天气冷是这边气候的特点 这家房子没有人 现在农村房子好多都没有人 连那家房子也是空的 帮我帮帮晒干了烧火 再倒眼上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农村这边的红砖房 这个特点建造的特点还有结构 就知道为什么要扣个塑料棚了 像以前的老房子 基本上都是木头的窗框 你看木头窗框我这么一拉 它在缝的地方都是活动的 木头窗框中间就算你灌烟了 它也会有缝隙的 而且它这个构造挺单薄的 就是一层玻璃 这个玻璃天冷的话 它一点都不太防寒的 除非双层的 双层的新的那种钢化玻璃 还好一些 老设玻璃窗子是不抗寒的 再看看农村的老设房子的门 你看这个门 就是以前典型那种门 铁皮包子的 镀芯包子的 中间也是木头 然后这也是一个玻璃 靠着门进又透风又冷 木头窗框 单片玻璃 砖墙倒是不薄 你看砖墙倒是蛮厚的 如果你放一个棚的话 如果搭一个塑料棚的话 就像这家似的 还带个门 这个门还放着大花布 也是为了防风的 朋友们也看到我们农村房子的结构了 特别是老式的房子 像农村的这种平房 基本上都是老式的 看到这结构 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放一个 防风的那种塑料棚了 就是防风 吸光 采光 就是为了抗寒 其实放了 那个塑料布以后 这房子真的暖和多了 一点都不透风 里边超级暖和 室内的温度对点20几度 平房不像楼房 我这大雪壳子 好深 这是我来的时候 踩的脚印 还得踩回去 又灌包了 刚才 雪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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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